2023年7月4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宣布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鄂尔尼诺状态 这是2019到2020年秋冬之后,地球再次遭遇鄂尔尼诺 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称,鄂尔尼诺发生后,预计今后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将进一步升高 在2023至2027年这5年内,至少有一年会打破2016年创下的高温记录,概率达到98% 最近华北地区的高温,重庆的暴雨是否和它有关,这又是否意味着 接下来我们要面对越来越多的最热一年,刚刚发生极端高温的2022年 会不会是未来十年中最凉坏的一年,首先什么是鄂尔尼诺 鄂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表现为赤道中东太平洋的特定海区海温的持续性异常增高 它和拉尼纳一起组成N-索循环遥控全球天气 按照科学标准,鄂尔尼诺分为四个等级 弱鄂尔尼诺、中等鄂尔尼诺、强鄂尔尼诺以及超强鄂尔尼诺 2023年的鄂尔尼诺将达到中等或强鄂尔尼诺等级 第二,鄂尔尼诺会带来什么天气? 鄂尔尼诺尤其是较强的鄂尔尼诺出现后 往往引发遍及全球的气候异常和极端天气 从基礼上说,鄂尔尼诺是一次暖事件 它会叠加在全球变暖的趋势上,使升温加剧 鄂尔尼诺会让沃克环流异常 从而引发热带天气紊乱 譬如本来多雨的印尼变得炎热干燥 而本来应该干燥少雨的壁炉等地,暴雨倾盆 本来应该在菲律宾东洋面生成的台风 跑到了更偏东的地方生成 第三,鄂尔尼诺会不会带来最热一年 气候统计数据显示 鄂尔尼诺事件发生后 全球均温升高的可能性确实更大 譬如2016年超强鄂尔尼诺过后 全球均温打破了记录,创了新高 而2016年也成为有系统气象记录以来地球的最热一年 但需要注意,全球均温不等于我国均温 而均温也不只是夏季的温度 鄂尔尼诺发展年和衰退年,情况大不一样 具体到2023年夏季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 近20年中最热的三个夏天 也就是2013年 2017年和2022年夏天没有一年是厄尔尼诺 所以还要分区域具体分析 第四,我国近期的北方高温 南方暴雨和厄尼诺有没有关系 正如前文所说 厄尼诺会造成沃克环流紊乱 从而对西北太平洋复热的高压 西南季风造成影响 从而间接影响我国天气 具体说来 厄尼诺容易让我国形成南涝北汉的天气格局 从而让北方干热高温 南方暴雨洪水更容易发生 历次较强的厄尼诺发生前后 我国都出现了南方洪水 如1998年 2016年 而历次较强的厄尼诺发展期 我国北方更容易发生极端干热 如2014年 2018年 事实上 刚刚出现的2023年厄尼诺 已经有了一些大气响应的迹象 7月5日 北京最高气温达40.9度 7月6日下午又超过40度 在年内第5次达到或超过40度 在南方 梅雨分布严重不均 非典型性明显 7月4日凌晨 重庆万州区出现了猛烈的小规模暴雨 引发山洪泥石流 在海上超强台风马娃在太平洋深处深沉 并在暖池上长期西行 不断加强扩大 成为全球五月最强热的气旋 这是典型的厄尔尼诺年台风特征 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随着厄尔尼诺的出现 全球变暖趋势更加明显 均温增温更加显著 这几年 全球均温可能超过2016年打破历史记录 但这是全球的年均温 具体到我国 具体到夏季 情况完全不一样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厄尼诺带来的极端天气高峰 往往在厄尼诺事件发生后 2024年或许才是真正的天气挑战 最后一旦的天气挑战 最后一旦的天气挑战